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后是不是要点选 就是档案总管 找到下载的这一个软体 好 各位请点选这个资料夹 就是档案总管 点了档案总管之后 请点下载 像在这个地方 好 您看一下 这是最新版 2021-2 请容许我不是装这个版本 我装的是2020.4 这个版本 就是2020第四季 2020年第四季 这个版本 那各位如何去执行 就是下载下来的程式 也就是安装 Table这套软体呢 好 当然就是点这个 而且要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就开始进行安装 那我觉得说你在安装到一定的程度 他会要求你输入一些就是你的相关的资料 那主要主要我就是希望说你稍微花一点时间来去把这些相关的内容填完 因为这些动作我已经做完了 因为这些动作我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就不再做一遍给你看 记得就是当你今天启动Table的时候 他就会要求你就是把那张 那张就是像 例如说帐号 帐号 就是电子邮件 等相关的 这个资料填写完毕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过程之中 就是请你安装Table这套软体 然后记得当你准备要开启Table的时候 他就会要求你输入一些基本的资料 只是这些基本资料我就不输入了 因为我曾经输入过 我相信你应该看得懂 那如果你的界面是英文都没关系 我这边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在2020年2020的第一季 也就是2020.1这个版本 他都还是只有简体中文 2020.2这个版本 他出现反体中文 什么叫反体中文 稍微先跟你讲一下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 你就是因为个人的习惯 像我我个人习惯 我比较因为我的研究的关系 所以我必须要大量去学 因为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人会Table是什么 那因缘巧合 我要去学这个视觉化分析 所以我找到了Table 找到Table之后呢 那当时那个我就要学习啊 所以我就去看好多国外的影片 那既然你都看国外的影片 干嘛要再把它刻意从英文翻成中文 所以我就已经很习惯使用英文版了 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 如果啦 你 就是 理论上来说 就是 你应该也是比较习惯看这个反体中文 那我告诉你语言的切换是 你现在可以不用做 因为你的预设应该就是反体中文 稍后会告诉你如何切换语言 如果你要切换成英文 只要点选说明底下的选择语言 然后再去选英文 你看又分United States 还有英国的一个是美式的一个是英国的 好他就不会有什么澳洲的印度的了 好那以前真的在这个地方只有简体中文 就是2020第一季之前只有简体中文 所以这大概知道就好了 反正我们现在都是使用反体中文 你现在不用切换 因为理论上应该大家下载下来的 就是你刚打的是 Table下载 所以他一定是反体中文 好